费税话题再起 资金浪潮就像是疯狗浪一样 蠢蠢欲动 大户买单进场 业内乘势点火 三号证券股罕见多党涨停 尤其是OTC市场 量能创六月初以来新大量 突破三百亿元 表面上好像是公平争议 但是这个正手税的实施 且让财政收入减少 正手税是在二零 那个一三零实施 少短收很多嘛 所以他在二代健保补充保卫的时候 结果磕到水 磕到经济肉食团体 财经专家支持废税 原因在于正所税上路前 台股全年成交量可达35兆 但开征后一口气掉到24兆元 足足打了七折 财经三巨头二号同台表态 以2比1赞成废税声浪大增 现在又传出国民党版本 也要再放宽 取消核实课税 一律采取射算扣角 我估计如果恢复原来的课程 证交税的时候 对于我们新鲜事项知识产类 或者这些文创的新一代的产类 可以是比较容易找得到资金 金管会统计 今年到9月底大户回了约100人 还是远远不及2012年上千人数量 专家评估废税后成交量将增加三成 台股未来如何 全看证所税下周三读创关的对决结果 三连续云昌虎陈一杰台北报道